哈喽大家好,我是阿西 好久不见啊 这边还穿上睡衣是因为干睡醒了 那我们今天要玩的这张地图呢 是种田生存 我们也是在一个空岛上面 不过我们前期的那些 树木的资源是没有的 只有这些小麦 我们把这些小麦撸掉 然后我们再把它种下去 可以看到我们刚刚种下去呢 它已经很快速的 长大了,长得很快 所以我们前期的方块 就是用小麦 来做成干草块 然后去其他的一些 岛屿上去获得一些资源吧 很快 其实只有几秒钟就长大了 但是有一些会长得慢一点 这一棵是营养不良 它还没长大 好了 其实也就十来秒了,就可以收获一波 很快 这边它是有给我们一些前期的资源 一个工作台 一桶水,还有一个木厨 那我们继续来种地吧 经过我们不断的种植之后 我们这边得到了59个干草块 还有700多个种子 那我这边还是加了一个 无限堆叠的模组 可以让我的游戏变得更简单 好吧,我是一个非常懒的人 那我们可以试着往下搭一下 先用水桶 在这里浇一桶水 然后我们下去 快点 晚下搭两格应该就差不多了吧 然后呢,我们在下面 给它搭出一个平台来 哦 那我们这边呢 是把下面的平台给铺出来了 泥土不能浪费 泥土是一个很珍贵的资源 好吧 所以我们这边把泥土都给回收了 这里呢 用干草块给它填住 把这两块泥土也给它放上去 来,继续耕种 nice 其实我们这边可以把它搞成 无限水源 因为我们这里还有桶水 嘿,这样子就不怕那桶水突然就没掉了 把这桶水倒下去 nice 有无限水源了 我这边应该再规划一下 ok 我这边稍微把它弄了一下 这边的田呢 这里泥土是完全利用上了 然后中间一个无限水流 嘿,下面的地板呢 也差不多 先这样吧 先这样 泥土多了之后 种田速度真的超快 一下子就能长好 大概几秒钟就能收获一波 动一圈之后呢 你就可以从那头开始 差不多可以从这边开始收了 对,就这样子 那我们现在有了足够的干草块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去边上这些岛上去收集 一些其他自愿了 这边是一个末地的传送门 它后面还有一个岛 就是这四个方向呢 分别每个方向有两个岛 总共有八个岛屿 不过晚上有点看不太清 对面是什么 我们先随便选一个方向吧 这个方向好像比较近一点没有 末地好像也比较近 这边有个地域传送门 这个岛会稍微远一点了 不过上面有个宝箱 我们还是先去这个岛上看看吧 我们等白天再过去吧 晚上太黑了 晚上我们还是继续种田好了 OK白天了 那我们就去哪呢 墨地传送门那边有两个宝箱 不过我们现在干草块不是很多了 我们先去这边吧 这边有些泥土可以扩大我们的耕种面积 OK我们朝这边走吧 从这里搭过去 我这边发觉种地根本不需要什么体力 我种了这么久 大概有两三天吧 然后它好像体力都没有掉 麦块里面你好先不要出去到处跑 体力都是不会掉的 还没有到吗 已经到了 快到了 我们这边得把它 把它下面给搭起来吧 不然东西容易掉掉下来 泥土还是比较珍贵的 OK这样就差不多了吧 这样就差不多了 然后我们可以 不对我看到快不够了 我得回家再搞一点 不用我直接撸这个泥土就行了 上来了 有个箱子 我们看看箱子里面有什么吧 胡萝卜 古粉 有西瓜跟南瓜 那我就不用那个了 不用种这个小麦了 对吧 种小麦还有9个合成1个 很麻烦 把这个箱子带走 其实这个空岛它最珍贵的还是木材 因为这上面没有树木的种子 这边有个凋零骷髅 说明我们还是要打凋零的对吧 可以一手撸吗 OK耶 获得一个凋零的骷髅 漂亮 这些石头呢 我们暂时是没有办法的 石头 算了 用手打掉石头就没了 我们少了一块石头 我们先把这些 这些泥土卤走 那我们这边泥土全都已经卤完了 这边总共是获得了62块泥土 很好 然后呢 这边我们也是可以去的 这边还是有很多泥土的 我们先回家吧 先去种一些其他方块 我们这边来种南瓜吧 南瓜感觉快很多 先把我们的泥土给铺上